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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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种多元化的关顾的一个层面 把圣经的真理有系统向全世界去做栽培 去做教导 祝福好多的人 就是承担了主耶稣的使命 扭成的开始 可以套一句话 是无心插扭扭扭承音的来开始 在1992年的时候 我组织了一个圣地旅行学习团 弟兄姊妹在那个过程 他们非常欣赏这种做法 和这种学习模式 他们都大力叫我们来多扮这种活动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开始了 纽约神学教育中心 而那时候 我们一年推动四次去圣地学习 去圣地一年四次 每次的人都会不同 那么我们发觉 如果要有延伸的来到 对这些信徒 他的生命神学的知识 和信仰上面 加深的造就的话 是不可能只靠一次旅游去达到的 所以我们就在1993年开始 推出了这个咸寿科程 我们叫做圣道咸寿科程 这种方式 原来对普及信徒的教育 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将这个圣道咸寿科程 变成这个圣道遥拒科程 然后达到这个汉语网络神学院 是深化来到去更专注的 来到做神学教育工作 现代的科技 来到去跨越了那个时空的限制 所以我们就在1996年 就提出了一个观念 就是用影音 用这个的视觉 来到去帮助这个信徒 来到在神学教育去成长 那么到了1998年 我们就开始发觉 电脑已经是很普遍了 所以在2001年 我们终于来到去推出了 这个网上真日教室 就是说信徒可以直接透过网络 来到去看到先生 听到先生的教学 而且也都透过网络 可以来到下载上载功课 和讲义各方面 对于现在现时代的信徒来说 是非常之有帮助 网络神学院以后很可能 是所有的神学院 必须要走的方向 而这个网络本身 不是单单用上线 那种的网络 而是一个线路的意思 是跟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单位 来到有合作的意思 比如我们用我们已经有的 那个网上真人教室 传书到台湾一间神学院里面 来到帮助他们 用网络的方式 来到传递神学教育 或者我们是用我们过去 所谓起家的 这个圣地旅游学集团 我们也是对不同的教会 来到有接触 帮助他们 能够令他们有更好的 这种的机会 来到去学习 来到去用另类方式去学习 大陆的信徒已经达到几千万 而真正的目者 只有四千以上 我们中国心事奉 就是带一些人 入到去了解中国 明白中国里面的国情 中国里面的教会的运作 我们将我们的师资 直接去透过我们的课程 直接跟他们有这个应手性的课程 这个其实是最直接 将我们海外高质素的神学教育 输入中国一个最好的方式 无论他们是社会里面的 是这个的牧羊里面的 或者是出版事业各方面 甚至了解他神学院的那个运作 这个就是我们来到去 做中国心事奉的那部分 在汉与网络神学院里面 我们现在最多的学生 就是来自中国的 每一年 而且这个中国学生的数量 是不断地成倍的去增长 我觉得这个是很实在 可以帮到中国的教会 和中国的牧者 无论是青少年的 父侯补习的 暑期补习的 暑期补习的 或者是关顾他们心灵的 也都在长者方面 我们有金色年华的事工 来到去关注他们 对他们全人的 来到去关注 所以我就很快就喜欢这个 金色年华了 神给这个恩典 给我在这个事奉里面有份 而正直是 柳神看神 他这个年成一线的口号 他这个年轻人 都在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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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长者